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多伦多很多民众上街表示抗议 那么这个事情在这两天 包括明天后天 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还有更大规模的 主要是以华裔为主的亚裔民众 要求向加拿大政府 特别是总理讨个说法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值得观察 因为记得在上一周 当人们在微信群里面 或者其他的新媒体里面 来发出这种声音的时候呢 上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百万华人上街 这个讨要说法 要求加国总理和这个加拿大的一些主流的媒体 在温哥华呢 我们看到大约有十几人 在美术馆的广场上呢 进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对这些参加者呢 点赞 同时呢 很多人也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有的时候 一件看上去很正能量的事情 但是真的要出现的时候就会发现 其实真正的参加者并不多 那些侨领啊 那些华裔的政客呀 都没有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那些在微信群里面 这个应该说是声音喊得比谁都高的人士 他们都借过种种情况 都没有参加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折射出海外华人这个社区啊 的一些生态 那么今天呢 我就这个问题啊 来谈谈我们海外华人的十种 我说的是非典型的特征 那么当然了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今天啊 这个 我在开头提到的 就是光说不练 不愿冒头 这个有的时候 说的时候 确实是情绪激昂了 但是做的时候呢 就大大的折扣 很多人都是为了 这个找出了很多理由嘛 这个跟那个 最近这个风起云涌的海外的那个 这个这个挺郭啊 也是差不多 在微信群里面啊 这个只要是这个蒙面的 那是真是 口诛笔法呀 这个非常的亢奋 但是如果你真的 比如说你要开个会啊 大家见个面啊 什么的 都不 哎呀 这个老婆生病了 孩子要送去上学呀 汽车轮胎爆了呀 这个还有的更怪了 还要去 我问我妈妈这个同意不同意啊 这都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啊 就 就不愿意啊 冒头 因为这个呢 其实也是跟我们华人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丛林法则有点关系 因为出头的馋子先烂嘛 好多人在事情不明了之前呢 不愿意啊 这个多说什么 或者说是不愿意来花时间来参与什么 那么第一 第二个呢 我觉得 政治冷漠 这个选举消极 这个呢 在海外华人社区一直是一个老毛病 就是我们华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 哎 不差我一个 这投不投票没有关系的 所以政治参与的热情啊 还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其实在三级政府选举的时候啊 在我们这个整个加拿大是看得很很明白了啊 我们现在华人在加拿大联邦议会里面的席位只有七位啊 那么印度族裔连我们这个啊 这个总的规模比我们差很多 但是他在席位 他在联邦这个政府里面光这个部长就好几位 国防部长都是他们的啊 那么美国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啊 就是参与的热情啊 他总觉得这个有我没有没有关系 你们帮我代表了不用来找我了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第三一个特征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 跟这个其他城市可能突出 还没有我们这边温哥华更更更更强烈一下啊 这叫全家移民户主单飞 这个吧 在在加拿大的很多城市里面啊 美国的西部啊 友善机啊 旧金山呢啊 其实也很明显了 就是主要就留下家眷了 孩子呢在这边啊 户主主要是以男户主为主呢 都在中国赚钱八分嘛 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边工作难找 但是同时呢 就给主流社会一个很大的错觉 就是你的忠诚度是不是有问题 这里面啊 这个税务方面的跑冒漏低 我们就不说了 就关键是你这种家庭的存在方式啊 对他们来说就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呢 也是我们这些年啊 在这个新移民大潮啊 之后留给别人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看点 这以前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啊 那些留学生都是啊 要么就是一个人过来 要么就拖架带口后来全过来了 这个都是啊 举家安营扎债 这现在呢不是 有些人明明可以申请啊 这个绿卡也好 这个枫叶卡也好 有的可以入籍 但是后来想来想去 还是回去啊 这个做个非税务居民吧 以后等年纪大了啊 等差不多了啊 这个身体也不行了 那才重新返回啊这边 所以这个给人家看的吧 就不地道啊 那么第四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些人这个移民之后呢 就心态给异坏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他们这个叫告别故国啊 迁怒家国 哎呀这个问题呢 其实啊在生活当中啊 由于很多啊一些 一些人不不如意嘛 然后呢都会把很多的生活当中 本来就应该出现的问题呢 迁怒于家国对他的不公不义啊 比如说啊专业不对口 那还有的这个好像这个原来用脑的 现在用体力了啊 其实这些呢在他移民之前呢 我相信他们都全盘考虑过的 那现在出来啊 动不动就就把加拿大数落一遍 反正数落加拿大数落美国啊 反正也没有多少人会生气了啊 首先是总统总理都不生气的啊 所以呢他们觉得也有安全感 所以骂起来这个美国加拿大 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 哪是这个清津直报啊 热血沸腾啊 所以这个呢 有的时候呢 这个不是说有意见不能提了 而是说有的时候不要夸张 因为你说来说去 你还不是还得待在你在的这个城市里面嘛 在这个国家里面嘛 你说那些东西你能改变什么呢 当然有意见是可以提啊 有这个觉得要改进的地方 那些那个美国加国这种啊 这个渠道都是公开的 你又不通过那些渠道去反应啊 还就是在那里骂骂咧咧咧咧 整天接收的都是负能量 这些吧 哎呀在生活当中真是经常可见啊 至于有些有些人嘛 有些人这个骂啊 但是呢 这个一边骂一边生孩子 一边骂一边把这个七大姑八大衣全部弄过来 这个我们就不说你这个骂的这个 到底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这么烂你你为什么还要把把家里那些 你至亲好友一个一个弄过来呢 这不是很矛盾的东西吗 是吧 呃 第五个呢 我觉得就是 陋习难改 自我为大 啊 因为中国呢 这几年确实啊 已经崛起了嘛 不是说啊 呃 这种的一些啊 呃 自我的一些啊 这个叫什么 就是对个人的一种不踏实感呢 他就表现出来啊 给人家一种呢 有一点假的这种啊 这种印象 这些呢 呃 在 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富裕的移民当中呢 呃 表现的比较突出 而且呢 这几年 随着这个新移民的 越来越多的啊 啊 前来呢 呃 这个 确实在生活当中啊 呃 表现的比较明显 啊 呃 动不动就是一句话 嘿呦嘛 这个算什么呀 呃 我们中国怎么怎么 哎呀 这个太小可 老土 这个呢 还算是比较直白的 呃 也没有多少渲染 那有些自大呢 就有一点啊 有一点这个 这个 离 离谱啊 啊 因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相对啊 这个带发展的一个国家嘛 发展中国家嘛 呃 呃我们有一个我们文化有一个区域 这华人占了50%啊 啊 那这个有些 呃 呃 有些 有些当地的这些其他族裔的居民就说 哎 你很多一些标这个标牌 这个标牌 招牌 呃 不写这个中国的 都写中国的字 不写英文了 啊 还有一些广告牌 全是中中文 没有英文 还有一些商店啊 啊 这个介绍中文 那没有英文 我不知道到里面去干什么 这个 其实呢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有的人一提就是种族主义啊 你你你你你是这个歧视华人 呃 这个都不是特别的合 合适啊 其实这样的一些情绪 呃渲染太多呢 会矮 这个缩小我们自己啊 这个生活的这个空间啊 第六呢 我觉得 哎呀 有些有些有些这个 有些人呢 这个憎恶西方啊 委屈生活呀 我看的都很 这这些啊 这这些年呢 我看到这些人都很憋屈的啊 因为他们对于西方的这些啊 普世价值也好 民主的一些规则也好呀 他们不协一顾啊 简直可以说是啊 我说的 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准备好的这个 原来做富人的时候就没有准备好做富人 那现在做移民的时候也没有准备好 啊 他们总觉得这个生活啊 这个这个这个当中这个出现的问题呢 是因为这个西方的制度啊 这个造成的 所以呢 呃他们在生活当中不少人呢 呃 这个总是呢 带着很大的情绪 然后呢 呃 在实际的这个啊 生活过程当中呢 又把中国的很多的 我们说的一些一些漏袭了 当然其他族裔也有啊 就带过来啊 一些一些富人这个每年报税 报的都很低啊 还有一些这个公共应该遵守的一些规则呢 就就就就很多呢 就是呃 能够啊 能够不遵守就不遵守了啊 这些呢 这些年呢 其实呃 就英文媒体啊 对我们华人的这些东西都报道的都很多啊 他们总觉得如果你们这些人啊 对于西方的这些啊公认的一些价值观 如果真的是那么的啊 那么的这个讨厌的话啊 那么为什么要移民过来呢 所以这些呢 都是这些特征呢 给人家这个造成很大的印象 就是你们都很奇怪嘛 啊 当然我们说的这些特征都是在少数人身上 发生了啊 那么绝大多数的呃 这个移民还是还是不错啊 啊 那么第七呢 我觉得 这个叫什么 就观点齐强人格分裂 这是顺着这个前面这个往下说的 为什么说这些不少人呢 我们真的是很奇怪啊 那个其实来到了西方啊 发达的这个国家自由民主的社会 我们完全有理由呢 生活的比在中国的时候啊 更加的这个啊 唱了所欲言啊 更加的能够比较直接的来表达 心中的一些想法 但是呢 我们发现这个在周围有很多的移民 其实他们生活的这个不快乐 他们思想还依旧啊 还是保留在中国的那个欲境里面 有些人特别是中老中老年人 他们是经过中国那个动乱的年代 但是呢 他们来到了西方之后呢 我觉得他们依旧那么谨小胜微啊 还有些呢 甚至有选择性的啊 参加或者不参加一些活动 当然你这些都是个人的爱好 但有些人呢 是明显的带着很强的这个 原有的那种政治的烙印啊 我说他的观点极强嘛 他觉得有些可以发表意见 有些就不可以发表意见啊 这个也就是说那个前面那个穆斯林 这个报假案的这个事情 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明显 那为什么呢 就说这个他觉得这个问题有一些敏感 而且呢 目前还不适于啊 这个公开的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拍上照片啊 拍进电视啊 这个都对自己啊 没有多少好处啊 然后一权衡啊 就不参加了 这么很多中老中老年人呢 有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中国的那个 动乱的那个年代嘛 啊然后呢 呃这个这个岁月呢 呃对他们 对专制的这种啊批判的精神呢 到没有啊发扬多少 反而呢 对专制这种 这种啊 这这个叫什么啊 就是啊 那种张力啊 可能啊了解的Potion啊 所以呢 他们啊 他们啊 这个经常啊 有选择性的去参加一些活动 我们这几年也看得很清楚了 一些啊 这个比如说啊 呃上街抗议啊 打赖喇嘛啊 啊 这个妖魔化 这个中国啊 啊 还有这些男孩的主权 还有呢 一些其他的啊 貌似正能量的活动呢 啊 主力就是两拨人 一拨老年人 还有一拨留学生啊 啊 所以呢 呃他们这些人呢 我觉得啊 其实是啊 在西方有点可惜啊 或者说呢 呃他们其实一直还是走不出 他们原来的啊 生活的那个环境 思想的这个啊 牢笼啊 当然我说这些话 并不是说 一个一个出来都是反对 要一定要走上大街 宣传民主自由 不是这样 而是说 你这个思考的这个空间 可以更宽宽广一些啊 也不要带了那么强的意识形态 来看这些问题了啊 那么第八呢 我觉得这个啊 就是有些人呢 啊这个思维老旧啊 恐惧常办 这个呢 其实也是延伸这个 第七个啊 这个特征下来的 有些人他不是一个啊 这个啊 叫什么所谓啊 观点气强的问题啊 他是常办恐惧还 啊 他老是用中国的啊 这个七十年代啊 啊 这个那个时候的那种啊 那种眼光呢 来看待今天 这个中国的一些啊 说法 一些这个啊 一些规定 政策啊 什么 这些呢 啊 他还伴随着恐惧 什么恐惧呢 就怕后果 不要我这弄了以后 会不会又会有后果呀 所以在西方社会呢 他们生活的都哎呀 哎呀我看到好多人都战战兢兢啊 故意回避很多敏感的东西啊 这些呢 其实在一些大陆背景的华文媒体身上 其实也表现得非常的突出的啊 他们都是啊 我说他们是自己心里装了个宣传部啊 这收不到中中央宣传部的文件 但他心里弄一个 心里弄一个肯定没有中宣部的那个规定来的严谨嘛 啊 常常呢这个啊 就擦枪走火啊 什么话都不能谈啊 一觉得有点敏感就就把你怎么样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就根本不适合在西方办什么媒体啊 你们就应该到回到中国去办出黑板报去啊 所以这种生态 如果你不加以关注啊 你不加以批评 那么不要多少年 整个华华文媒体的这个生态 整个华人社区的生态 全被这些人给搞坏了啊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 其实是非常的危危险了啊 那么第九个呢就是啊 叫什么啊 就是这个也是老问题了啊 就是我们这个自我封关嘛 热衷内斗啊 这个呢在一些华人当中呢 这也比较明显啊 有的时候都是我们这个华人社区嘛 本来大家不远万里啊 来到这里啊 不容易 但是呢 你不是组个会啊 结个小社啊 弄个群啊 马上就弄翻了啊 这个真的是不是的 最近不是有一个专业协会吗 我也不说具体说了 我们这边啊 本来大家都互帮互助嘛 能够互相有个照应啊 成立一个协会 互相可以介绍点生意 再加上呢大家经历都相访啊 从事的工作也都相近 那么互相呢 能够建个协会 之前已经建了一个专业的协会了 后来呢这个因为意见不合 有另外再弄一个 弄了以后又有问题了 又有问题之后呢 现在没办法 只能是 只能再见一个 就是 他这个就说什么呢 就是 很多事情呢 我觉得就出在这个领导层啊 他这个华人这个社团的负责人啊 他缺少一种 缺少一种在民主社会的那种 民主选择这个会长的这么一个机制 啊 这些呢我以后会专门谈 但就说呢这也是反映了 我们这个华人的一种啊 啊 内斗啊 哎呦妈 内斗都是行家啊 啊 这个当然了 我们要斗而不破 但是很多时候呢 斗 非但是破 啊 是破脸 彻底是破脸 老死不想往来斗用 啊 这个呢 其实以前呢 都发生在 不是一路人的身上 但现在越来越发现 这个就是一路人啊 一个职业也好 一个理想也好 他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看这个 你不是最近 我老是要把这个 这个 郭文贵这事情说一说 因为这最近热点了 大家都是 想往民主 想往自由 就是在一个 比如说挺锅 还是砸锅 这问题上看法不同 还有那个撕破脸的 那个惨烈程度啊 还有超出预期啊 哎呀 完全不顾常识了呀 所以这些呢 我相信其他族裔可能也有吧 但是我们华人呢 都是从 以前我们说 我们说的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是 我们现在是从斗争 走向不断的斗争啊 这个也是 算是我们华人在海外的一个 让人家特别看不懂的一个地方 那第一十个呢 就是 举危思安 这个 遗害后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华人社区呢 其实 缺少反省的能力 哎 那么你不反省呢 你的屁股就要被别人打了 你的软肋就要被别人揭 那么这些年大家可以看看 有关涉及海外华人的特别严重的事件啊 不管是哪一种啊 经济的政治的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西人媒体啊 第一个揭发出来 那么我们海外的一些 这个中文的媒体 知道不知道 有些都知道 当然是我们社区的事情 那西人 他这个这些记者过来都二转手的呀 嗯 所以 他们 啊 把我们这个 脊梁骨吧 反正是 戳来戳去 但有些人呢 就觉得 哎呀 这是种族歧视啊 我觉得也不能都把它看作是 种族歧视啊 一个能够自省的这个族群啊 他会变得更加的强大 一个缺少反省能力的 老是 总是把这个目光啊 锁定在其他族裔 如果自己有问题的时候 总是说 你们不是也这样吗 是吧 还说我呢 我觉得这个 不是特别的合适 我觉得这个 如果一个族裔 要在其他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啊 啊 能够 能够 鹤立鸡群 或者说是能够壮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的话呢 一个自省的能力是最起码的 但是我觉得呢 海外华人呢 这个 给我的整体的印象啊 在这方面 还有很大很大的缺失在里面 那么今天呢 我把这个 十个特征呢 额要的 跟大家啊 分享一下 啊 我觉得这个啊 首先是 啊 我们自己啊 就是从自己做起啊 呃 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 在未来 我们 有可能要终老的 这片土地上面呢 能够让我们的后代 活得更有尊严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万维 读者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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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